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台平台来了 BMA 平台里来的第二款车 第一款车是丁月 第二款车不是它了 凡时它跟那个丁月有很大的普通 丁月有的是六里辆 它有的是独立悬挂 所以说它的定位要比丁月要高密切 刚才那个查日斯 我跟你说嘛 他都是讲那些很悬浮的什么是平台呀 这些都是消费者关心的是什么呀 就是看起来这车舒不舒服 但是这个车我们一进来就看到是方登登的 它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啥子 就是矩形的 圆角的矩形 这个跟你的啥子很像 都是你的这种各种手机 大家晓得现在iPhone 11 Pro也要卖个万八块钱 所以这样的设计肯定是比较高档的车 具体的细节来看看 看看 买车子 不能只看外表 还是要看一下内涵 你看它的公文上 马牌 奥特律服 还有那个啥子 价格 反正 反正 这种东西都比堆起来哦 就像汉堡一样 所以说你看它像这汉堡就是堆起来的 那个年轻华日斯 查日斯 起个道徒不一样的名字 他懂啥子嘛 你看这个车 首先的国际化这种新的概念 就是分层打的 上头来的一根光导纤维 这都是啥子啊 这就是日子行的 让真正的照明 其实住到这儿了 多光输的LED 而且整个车看上去还捆 重庆的重庆普的话 看上去就是方方正正的 现在买SUV来说的话 好多人都喜欢买个方口 比如说那个门口的大忌 大家肯定都是很喜欢的 所以那个查日斯 买车还在找我这样的 不要找那种年轻的玩意来问 那个光台懂得不懂 你看它的前脸设计 回纹率设计 像不像电路板 这就是个盖链车啊 盖链车拿来卖 好厉害 你还没说 那个外形还真有点方 但是它方中又带点圆 你看它的轮骨就是圆的 我们再看它的轮胎 马牌率哦 高大上哦 那些玩意都只是看轮胎那些 轮胎用的高档量开起来怎么样才行 你看我们这些老师傅 就是给大家看 整个风阻系数降低了0.02%来的隐藏式的门把手 现在比较说科技的车 你不租过隐藏式的门把手 也都不好给大家打招呼 你看啥子叫设计 这才叫设计嘛 前后敷印 方点 回路 这才叫设计 你看 吉利 icon 连这个icon 都是方的 细节决定成败哦 李老师平车不是说都是那种 像刚才那个玩那个收到钱那种平车 你看我们这种 这个地台的确感觉开口有点高 你看我这种汉子 我弄一个石头 我能弄进来 我要这样弄出来 可能也是为了造型的一个需求 大家给我看一下的确这儿 它有没有柱屏 有一个杆杆 然后地毯相当高 空间这绝对是够用的 但是这个开口我们不叫吐槽 还是一个建议 这个艾康这个还是真的有点高的 那些玩意来他买个车他不看类似 这是个类似个人感觉 首先的一个就是跟外观一样的强壮 还有一个方的元素 方的元素里带着它的矩形 而且两块屏幕设计的很有新意 你别说 现在这种吉利艾康 它这个质量直逼沃尔沃 而且可能比有些那种三线的一些进口品牌还安逸一些 该有的有 而且这个设计来说的话 也真的是直接把概念车拿过来 还有一点这个新的这一代的GK系统 其实就是很本土化的 中国那些娃人喜欢炸子 它可以弄啥子 所以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要开起来如何 我们这种倒电实拍是没办法给你开的 所以就先给你讲 但是如果很好看一个车 开起来很扎的话 我还是不建议大购买 但是这台车感觉应该开起来是比较沉稳的 还有一点我进来之后 我今天没感冒 味道很小 这一点都很重要了 大家看那些年纪玩儿怎么说嘛 进入那个类似啊 我发现现在自主品牌车的质感真的做的相当的好 你看换档改变动的 这个方向盘平底的 这个中后蒙皮的 要什么GT啊 这十几万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车 快来买哟 哎呀 现在其实我们这些同胞来说 我买车它主要的级别是由于膝盖到前头以背的距离决定的 哎呀 看看 这个虽然是 说是A级但是完全到A加级了 工程师还勾了个空 还有一点这个座椅不短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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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实拍第一就是坐感 我的屁股告诉我买不买个车 可能很多的国人来说 一个车要应付8个产品 所以就是面面去到 哎 还有一个你看这个配置上面好大块玻璃哦 当这个玻璃能不能打开就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就是我们那些同胞来说 都是要前面玻璃顶哈 膝盖空间 哎 要有个卖八费 哎 我没有这么多钱 一样的可以卖到卖八费那种感觉 哎 哎 好像刚果以来 这些玩意里他不懂 就说都是自己开到爽 但是这些现在是家庭要用的 拜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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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个动力我还要说 iKON最大的一个动力来说的话 它是有混动了 1.5T 七速DCT 再加那个48V的电机 在你需要高的地方给你出来立高一哈 就是说你这很费油的时候 它用电机给你带进了 它哪个不省钱吗 还有这套动力系统 其实都是某某某国际品牌很成熟这套系统 现在用这个价格放到了极地爱康上头 滑不滑的琢磨 大家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听说这个极地爱康它现在还没有正式上市 要正式上市所以大家回去过了年来 二月份才上市 但是这款的价格我们在黑道了 只卖13万2020元 13万能够买到清魂1.5T 七速DAD 而且这个内外观还方方正正的这么一个SUV 但是A加几个SUV 我觉得我是说在我没试它之前 我还是很感兴趣 但是买车试一下 然后还有个看包包里面有好多钱 还有一点就是要看凹凸肉车的节目 给大家讲这样的 你这个车适不适合你 现在车又多人又多是吧 到底什么车适合你 一定看我们的节目 凹凸研究所的二老师一天都在研究 真的不用再等它研究了 就买这台车